华人夫妇被困海外四个月耗尽家财要卖房还债专题,华裔相关新闻,最新动态,我们怎么都想不到,人到中年,我们应该是赢家的,怎? 妈突然一下就输得一败扑地。近日,一位中国籍女子和她的加拿大及丈夫,因为疫情被困海外四个月耗尽积蓄,最后不得不卖房还债。 目前这对夫妇和他们不到一岁大的混血宝宝还滞留迪拜,无法回国,是。 建引发网民热议。据佳新网日前报道,这名女子是四川成都人,名叫爱卿,嫁给了加拿大籍的洋人丈夫Mike。 两人结婚十四年,在成都共同经营一家西餐厅已有十年,夫妻俩去年刚生下一个混血。 宝宝 2020年初,爱卿的丈夫去法国巴黎一家老牌米其林三星餐。 听实习,原计划2020年3月结束。 今年年初,中国疫情大爆发。 1月29日,爱卿带着六个月大的宝宝飞往巴黎探望丈夫。 没想到,之后疫情席卷全球,一家三口被困海外四个多月,现在还无法回国。 Some Nile Vianney, Click2V Manro. Regional报道称,期间他们前前后后购买了七张机票都被取消。 夫妻俩之前在成都经营的西餐店濒临倒闭,一家三口被困海外几个月的昂贵住宿,生活费用,掏空了他们的家产。 现在,两人到了币区。 卖房还债的地步。 据爱卿的字数,今年1月29日,他带着六个月大的儿子从成都飞往巴黎与丈夫团聚。 当时,爱卿已经买好了2月17日从卡塔尔中转回中国的回程机票。 没想到,刚到巴黎没两天,他就收到卡塔尔从2月3日起取消所有中国航班的消息,预计2月28日才会复航。 爱卿表示,当时因为不愿意放弃这张便宜的机票而去重新购买其他机票,于是一直在巴黎等着改签。 那时的爱卿对疫情比较乐。 郭安。 当时他以为,疫情一个多月就会过去,那是航班恢复,而MIC。 1.3月13日实习结束,到时他们一家就可以一起回国了。 期间,爱卿还把非中国的机票改到3月21日飞泰国,因为他在泰国有两位好朋友。 打算在泰国转机之际,去探望他们,让好朋友看看自己的宝宝。 然后再从泰国飞成都。 不过,几天之后,爱卿一位在成都的朋友听, 说他要娶泰国,赶紧发消息给爱卿告诉他说,泰国限制中国人入境了。 落地签政策也已取消。 怎么你不看新闻的吗? 朋友问他,爱卿。 一下子蒙了,活了半辈子,他第一次感受到新闻的重要性。 于是一家,三口急忙去巴黎的泰国大使馆求助,工作人员给出个答复是, 他丈夫持的是加拿大护照,可以进入泰国,但爱卿和孩子是中国护照,不能。 入境泰国,如果要泰国签证,必须回中国办理。 这样,他们打算从泰国转机回国的路行补通了。 到了3月14日,更糟的情况发生了。 巴黎封城了。 看着巴黎每天确诊数字不断地增长,爱卿夫妇有点慌了。 想赶紧逃离巴黎。 因为夫妇俩手里还有卡塔尔的机票,于是查看卡。 塔尔所有还能飞的目的地。 而这些地方,必须还没有因疫情而封锁过。 静,而且中国护照可以落地签或免签,还要离中国近,要有航班方便。 回国,要符合这么多条件,爱卿一家人最后只剩下一个选择,阿联。 球,未免夜长梦多,爱卿立刻购买了3月18日飞往阿联酋迪拜的机票,并同时买了3月28日飞埃塞俄比亚转机回成都的机票。 3月1日飞埃塞俄比亚转机回成都的机票。 5月19日,迪拜就宣布不再允许外国人入境。 3月22日,阿联酋封。 国14天,所有出入禁航班全部取消。 接着,是国内的限航政策。 5. 各移政策等等,爱卿一家人被困在迪拜,这一困就是几个月。 开始时,他们是一周一周的租房,后来他们发现,困境在短时间不会有任何改变,于是改为续租一个月,又一个月,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月呢? 爱卿叹气道。 另一边,爱卿夫妇在成都的西餐馆本就受疫情影响。 严重,生意只剩三成,加上现在老板和老板娘被困海外,更加不知该。 如何运营下去? 餐厅的高额运营成本,昂贵的迪拜,加上前前后后。 七张被取消的机票,我们的急需被掏掉一干二井,到了需要卖掉房子,来还债的地步。 爱卿不由感叹,几个月以前,我们怎么都想不到。 人生之路走到一半,进入不惑之年,我们应该是赢家的,怎么突然,一下就输得一败涂地。 中国公民回国之路难难难其实,爱卿只是五,数倍困海外无法回国的众多华人之一。 不知有多少人和爱卿遭遇同样,甚至更糟糕的遭遇,回国依然是遥遥无期。 疫情发生后,这些被困海外的华人,眼睁睁看着别的国家一个个把本国公民接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